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即時通,我是靜庭 Hello,各位全國觀眾朋友,大家早安,我是Leo 好,Leo,蘋果星期一出來,我發現它要價不肥 這能不能助長蘋蓋股呢? 好的,這個地方我們看到蘋果的股價確實是一路往上走高 我們看到相關的蘋蓋個股 感覺上最近的股價表現不是很好 可是其中有幾張股票 這個最厲害的紅海 包含像台積電 其實它股價是慢慢的開始都沿路往上做一個攻擊 那你看這個蘋果的心機有沒有 蘋蓋的這個蘋果心機是很貴 而且現在是聽說越貴賣的越好 像我們身邊的這個同事 這個蘋果心機馬上一發表立刻入手 看起來質感是真的相當不錯 但是價格也是真的非常非常貴 尤其像這個XS XS Max的系列這個6.5吋 OLED的面板 這個最低階要39900 那高階512GB要到52900 我都可以出一趟國了 對,非常非常的誇張 好,但是蘋果賣這麼貴 相關的我們台北股市的一些個股 這個表現也會有所幫助 包含你看 一般我們之前的預估是說 這個貴的手機 那可能會影響到這個果粉的消費意願 可是這個鹽調機構 他最新的一個看法出來了 他說死中的這個果粉 還不管你價錢 對,他毫無猶豫的買任何的產品 而且是這一次的這個大螢幕的手機 他可能會直接買這個XS Max的部分 那這個蘋果的策略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相當聰明 他把這個XS Max 他是高價的部分 強化他的品牌形象 讓大家有拿蘋果手機 就覺得說 很驕傲 對,沒錯 就是時尚 那這個評價的XR部分 就是提供這個換機需求 尤其是像有些同事 現在手上 可能還是拿這個6S系列的 那甚至於還有5系列的 反正就是比較低階的部分 他可以帶動這個換機的需求 所以這個第四季 蘋果相關的這個手機銷售 對,第四季 他有望就是從這個銷售數字 渴望拉升到7500萬 甚至於到8000萬支 所以會對這個台北股市 台場部分 有一些很不錯的表現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台積電 你看台積電年初至今 台積電大漲13% 台北股市加權部分才漲2.5% 但是蘋果的相關個股 尤其是像我們這個權王部分 就大漲 那為什麼還大漲 因為他有接到這個蘋果的 這個A12的晶片訂單 這個7奈米的部分 他幾乎是全包了 所以外資最近一個月 大買17.2萬張 所以他股價表現會慢慢的 逐步的往上做一個攻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是怎麼看他的 來 這個外資 你看有三家外資 已經把它目標價 從300 上調到300 甚至於到315 包含像這麥格里 德伊智 李洋等等 這三家 他非常看好台積電表現 尤其像這個明年的7奈米 還預估成長10%到15% 那像這個Grobal Foundry 在這個 9月份的時候 還提出說 他退出這個 不完 代工的 對他已經不完了 所以這個AMD有轉單的效應 那是高通的訂單 那回歸回來之後 那可望的帶動台積電的 這個到2019 2020年的一個訂單 會持續一個成長 那甚至於明年的蘋果A13的訂單 也是有就由台積電拿下 所以你看台積電上看300 甚至於更高 那台北股市有可能不漲嗎 當然不可能 台積電是全數 沒錯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大哥 二哥 二哥是誰 鴻海 鴻海 那鴻海的部分 其實這一波的組裝訂單 OLED部分 幾乎都是由這個鴻海所拿到 但是這個XR部分 這平價版的 這個LCD版的這個蘋果iPhone 新的手機 10月26號才正式開買 那核碩的部分 其實已經拿下5到6成的訂單 算是大眾 但是因為他產能不足 那安裝在組裝過程當中 可能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他做的比較慢 所以這個蘋果緊急轉單 就外傳他緊急轉單 轉到這個富士康的部分 所以鴻海就洗淫這個轉單效應 所以你看最近兩天 這個鴻海就被外資連續兩天買超 所以昨天看出現一個很明顯的 跳空開高往上漲 所以這個地方對鴻海後續的表現 也有有所幫助 所以你看台積電大漲 鴻海大漲 所以台北股市的指數 自然會往上增一個攻擊 所以你看這個台北股市 這個 我們的加訓股價走勢圖 有沒有 他最近兩天 他做一個十字K棒 成交量是有比較縮 但是股價 他是呈現一個強勢整理 強勢整理 他還是維持在這個禮拜五的 這個大漲141點的 這個長紅K棒 上面高檔的地方 做一個橫向整理 那隨時隨地有機會整理完之後 再往上做一個攻擊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給各位一個 你看這個地方台北股市 雖然在高檔整理 那量有點縮 可是有些股票 開始慢慢流表現了 像最近非常強勁的 大家都很羨慕 世紀鋼 救救我爸世紀鋼 那我們就提供這個教學範例 來告訴大家 如何操作 像這樣子的一個股票 你看 世紀鋼 這種就是我們用一個布林軌道 當作一個教學範例 只要他前面呈現一個橫盤整理 是橫盤整理時間 越強越好 好 那只要開始突破第一根 我們就立刻抓到他 第一根突破之後 那後面要出現大量 出現草叢量 什麼叫草叢量 就是很多根的成交量 他不是只有一根就結束 所以他符合是上要件 前面橫盤整理 然後第一根突破布林軌道上緣 那接下來量能持續的放大 出現草叢量 所以他後面就會長得非常多 長得很高 長得很遠 好 那我們往下頁部分 所以這個 第四季原本好像已經展開了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用這個教學範例 帶出 我們提供給各位 這些股票 都是這個突破第一根 剛剛轉牆的 譬如說像是大宇之 華泰昨天第一根漲停 中工 美食 KY 包含像這個東普上緯投控 建亞 還有中鋼購的部分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地方 就是我們下面這個字比較小部分 就是這個陸股相關的ETF 尤其是這個上陣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上陣今年 跌很多 跌20% 因為這個美中貿易大陣的關係 但是這些股票跌很深之後 底部橫盤整理之後 都出現了第一根突破的一個走勢 對 準備要起來了 所以第四季 包含一些下來的金九銀石行情 都相當是值得期待的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參考囉 好 謝謝 Leo 更多最新消息 都歡迎加入 Leo的Lineator 財經及時通 下次見 拜拜